好了,兩支球隊慢慢進場 紅色球衣的就是NEFC 你們看到現在他們只有七個人 應該是十個人 藍色衣服的車路士足球學校 都是只有六個人 因為他們分別是有一些主力的球員 譬如車路士足球學校有黃淑嫻、閃仲義、吳遠琦 代表香港隊去打比賽 去了烏之別黑 另外這邊紅色球衣的NEFC 亦都有黃淑芬、陳詠詩 不在陣內 其實NEFC跟公民非常有關係 就是公民的球員 今年叫他們拆多了一隊出來 其實NEFC他們那邊也說過 就是多得球會 給他們拆多一隊出來 其實八強的時候 就是公民對著NEFC 那時候NEFC淘汰了公民 然後進入四強 然後在四強的時候 NEFC淘汰了TPFCC隊 至於車路士足球學校 在四強就淘汰了結智A隊 雙方都會有些影響 你看看 兩支球隊都能夠晉身這個決賽 當然有這麼多的實力 螢光有沒有見到 紅色衣服的二號仔就是吳永琴 他也是香港五人足球隊的成員 也是前香港十一人女子隊的成員 這裡是劉凱欣 給了十號的白耳君 白耳君是上屆的MVP 但是這個球交失了 上屆的冠軍 就是公民隊贏這個冠軍 今年其實公民在八強還沒淘汰 但其實NEFC都是好像另一隊的公民 看看第一個攻勢能不能做到 這樣就拆一下 近距離 都快腳被吳永琴 首先就是拆入了 開球就半分鐘多些 這球球的陳詠霖可能 就是比較年輕 當然吳永琴一支 到你一拿腳直就過來 這球球 逼贏了他 其實就是陳詠霖吃了身位 好了 這麼快就打開紀錄了 1比0 平均波零來說 我相信紅色衣服的NEFC 有絕對性的優勢 藍色衣服的車路士 比較年輕 看看他們這麼早 會不會繼續打開 暫時攻勢上 都是以他們 比較多些 一直在控制著 車路士 就要 看看現在這個 稍稍下風些 你看到開球的小 都是紅色衣服的NEFC 比較好些 球員的位置上 都很自由 你看到剛才白爾軍 都是打後面 現在就在前面 差點被他撲到 這邊散 本以為可以散到出來 可惜自己一撞的時候 球就撞了出界 這邊的3號就是劉凱恩 再給他過來 哎呀 大耳了 這裡竟然自己在腳底漏了 就是蔡詠霖 看看車路士足球學校 怎樣可以組織到他們的第一個攻勢 只有一個在前面 就是3-1 三個在後面 這邊又是泳琴 在右邊 看看一個假身 再沿著右邊再落 這邊都自己來 整個整套動作 都是他自己弄了 當然 他本身的腳底功夫好 是很好的 另外現在還在踢 所以他的體能狀況是不錯 這邊 黃樂敏 就是NEFC的門將 也是香港五人代表隊的門將 這邊劉凱恩 白爾軍 白爾軍 再給了吳詠霖 再給了白爾軍 再轉過來 這邊的就是蔡詠奇 又給了右邊 可以看到他們的打法是成熟一點的 拉得比較闊一點 你用的空位是聰明一點的 平均的波零是好一點的 這個就是白爾軍 他是白詠澤的姐姐 暫時還未 泰國城 這裡又大家誤會了 一個他以為漏 漏給自己的隊友 誰知道你漏我又漏 暫時 不是太入局 你看到車路士足球學校的 這班球員 尤其是 開球短短半分鐘 就失了第一球球 還好像覺得 有一些是自己的失誤 因為本身好像得了個位 大腿後面 扔一下扔一下 這樣就被對方刺入了之後 有少少對他們的組斷來說 踢這場決賽好像有些影響 繼續怎樣去 因為其實都出現了兩三次 一些他們 隊友之間交球的誤會 這樣 這裡一比又是被掉了 比波的就是 龐芷晴 龐芷晴也是香港女子五人代表隊的成員 劉海恩 大宇軍 暫時都未可以過 你師姐的陸區 慢慢地猜著 特別是領先一球 但是劉海恩被失了 好 來個撞場 有些機會 包上來了 陳兵林 角度窄些 都不錯 有一次射門 吳兵琴 他們是聰明一點 可能會懂得控制比賽的節奏 這裡有個機會 你覺得撞射嗎 他也想 他也想 他也在想機會 總之有機會就撞到 陳安齊 龐芷晴 這球球好像想比 亦都可以當作射球 開始就多一點的攻勢 這邊白爾軍就挑高球 不過 剛好 吳兵琴又拿了下來 這些就是他們的技術上面 以及夾法 這裡 都是 NEFC的界外球 大概 去了四分一的時間 左右 還有很漫長的 這場決賽時間 是 吳兵琴 又在他剛才 第一個入球的時候 接近的位置 接著後面 就白爾軍一石 停了五分鐘左右 我看到 NEFC也都 換一換人 我看到 四號的 羅彥文 就是入替了 這邊也誤會 一比 又比陳安齊 就是折到 平均的年紀 會大些 這邊 NEFC 所以 體能 或者藍色衫的車路市出學校 會稍稍佔優 好 看這個 陳安齊 給前 再給他 哎呀 如果給他出來 彭子晴就趕到 角球 彭子晃 扶養了被彭子晴開 但是比較鐵門 黃樂文接實 白爾軍 穩琴 他保護球的能力 當然是比較強 這球球都射得不錯 射遠處 這裡白爾軍 示意 要換人 剛剛射球的 就是 羅彥文 剛剛進來 不要拿他 繼續 在後面 猜上去 開始多一點攻勢 好一點 看看有沒有辦法 一球 但是你說 就是在 控制戰局那方面 你見到 球員各邊的技術 來講 你只看 NFC前線的 2號 胡詠琴 著實 就是高一點 這邊一初 想著再去的時候 但已經比 就是 蔡允琦 得了個位 可以換了 這個時候也都 真的熱 真的熱 雖然陽光不是十分慢烈 但是穿勢是熱的 由於踢石地 反作用的熱力 都會蒸上來 原因是 現在是2點 是最熱的時候 劉凱欣 劉凱欣 他的體能很好 所以剛才看到 白耳君和 詠琴都先後換了出去 但是他仍然留在這裏 陳詠琳給了彭子緒 想說去 但沒什麼位 而這邊的 詠琦也都 他條線 裝得很準 繼續中1比0 打了是8分鐘 紅色衣服的 NEFC是0 seat 這個回傳給劉凱欣 都拿到 給得很漂亮 再轉過來 右手邊 慢慢踩上一個 簡單的 短短的撞場 想一想 這邊慢了一點 羅燕文 本來如果繼續 如果去石保持住 就會好一點 但是他突然間 剛才那裏 停了一停 打外球 這邊對方先滑出去 繼續都是紅色衣服的 NEFC球 那邊亦都 再趁機會 換換人 紅色衣服方面 白耳君 亦都已經進回來了 沒得追 這個球 去到前面 好了 劉凱欣 起進來 第一時間 比得好 兩個人夾擊 所以 羅燕文也去不了 但是劉凱欣又 標前搶到 他真的很體力 不過我又不方便 說他的年稅 給大家聽 好這裡 吳詠欣 原來白耳君 進回來了 又給劉凱欣 吳詠欣 沒錯 吳詠欣 因為很多詠欣 詠欣 有時候都說錯 彭芷晴 給了這個球大力了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其實陳仲敏已經是空了 難得一次人多打人少的機會 好可惜 這下一打就大力了 這邊9號的姚家衛 亦都進來了 NEFC 姚家衛是老牌 老牌的香港女子代表隊的球員 他當年年輕的 這個不是姚家衛 這個名字應該是錯了 好了 看看這個給一個直線 原來後處還有一個繩 彭芷晴撞射 先一比的時候 以為後處沒有人 原來還有一個彭芷晴 因為太近了 而且球從左邊轉過來右邊 所以王樂敏要轉位 轉不前了 一轉過來的時候 彭芷晴在手邊這樣 射入了1比1 終於拿回入球 剛才也一直說 失球之後有一段比較亂 但是跟著開始 其實攻勢開始多了 去到大概一半的時間左右 追回成就是1比1 追回1比1之後 車路士足球學校 亦都叫了一個暫停 當自製一個半場 很多時候都是 正如你所說 因為天氣都熱 進來休息一休息 教練會給一些訊息 有個球例 如果你要叫暫停 你可以先提示 如果正式比賽 提示給第三龐正 如果在這個比賽 就告訴龐正知道 知道你會準備要一個暫停 等到你的發球權 你的發球權的時候 暫停才會成事 就是你有你的保持 就是你的控球權在這裏 譬如說你的教育球 你的球門球 你的自由球 國球等等 雙方的教練 都在這裏爭取時間 因為話就說一分鐘 加起來最多是45秒 剛剛追成的1比1 體能方面 看上去都是 藍色衣服的車道士足球學校 是好一點的 因為他們年輕一點 一般都是20歲出頭 20多歲 相反 紅色衣服的NEFC 平均都大很多 但反過來 NEFC方面 你亦都看到 球員的經驗和技術上面 亦都比較上 會好些 而且你看到 前面組織攻勢 都會比較定些 可以直接保護皮球 再看自己隊友在哪個位置 猜著來踢 有兩種不同的風格 現在兩隊球 這邊是吳詠琴 一邊搓搓搓 然後再繼續沿著左邊 比到進來 快腳一搓 但是搓不中籠 搓的就是蔡詠琪 剛才看到吳詠琴的腳法 他最喜歡這招 踢一下球 好像搓後搓前 陳詠琴 陳詠琴 今天在右邊多支 再比一下直線 但是踢了Q 看看 吳詠琴 他的初球是有上下的 這下踢後 跟著再初前 很多時候都可以 由於他左右腳都純熟 所以比球方面 很多時候都沒什麼大問題 有第一時間 詠琴想比橫 但是那個球就踢了Q 到這邊 陳詠琴給了彭子晴 但是大力了 暫停之後出來 都過了兩分多鐘 現在暫時都細軍力滴著 感覺上始終都覺得紅色衫 就是NEFC 在控制的戰局方面 就比較好些 在這裡繼續猜拳 羅燕文 不射 不射 給他過來這邊 吳詠琴拿著再射 散一下散一下 中到人 也中到自己 之後他自己 再動了一腳 就吹罰了 角度其實很窄 不過他稍後中間 好像都沒什麼位置給了 陳詠琴開去左手 這樣開失了 給了吳詠琴 給了吳詠琴 再射靚 這些就是 講經驗和技術 他拿了球半轉身 半轉身 接著可以咬腰射去軟柱 還是高球 沒辦法 射得是靚的 門將的前線紋救不了 他自己的第二個入球 又是好像 用回自己的絕招 先搓一搓 又是那一刻騙你 接著製造了少少的空間 給自己射這個高球 所以剛才都說 你看到吳詠琴明顯 在前面來說 比較上是高了一些 他的技術 工價那方面 果然暫時 現在NFC兩個入球 都是由他包辦了 再到領先 還有就是 五分六分鐘左右的時間 這場女子公開組的決賽 紅色三方面 亦都不斷需要換人 不過換來換去 劉可欣還留在這裏 這個球員的特性就是他 體能很好 二骨 給回劉可欣 吳詠琴 他很聰明 他很聰明 那球比他之前 已經是熟到前點的隊友 你過來逼嗎 只不過羅彥文 就是拿不到 否則是一個攻勢 這個也是五人足球的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下一步 你已經要看 你要看定 因為空間狹窄 時間少 你一拿到球 其實不是那麼多時間 可以再去想一想 你一早就要想定 知道隊友在哪個位置 中間兩個都能穿出來 我自己試一試 一個遠射 過不了 就是黃樂文 給他前面 泳琴又拿回 一過之後 左腳再射 你看到動作很快 你可以看到 是很吃力的 特別是打前一點 那些 因為劉可欣是打最後的 所以他花的體能是比較少 尤其是他掌控得好 吳永琴拿得很漂亮 但是 如果再等一等 等到隊友羅燕文 蓋入一點 再比遠處這個球更加理想 但是他選擇了射 過不了 前線敏的 過了那一下就非常漂亮 你看到那個腳法 一拖那一下就幫自己 整個身位彈了出來 但是始終當然 五人足球的龍門框 當然是小一點 只是三米乘兩米 所以其實龍門出來封位的時候 也不是太多空間 找到位去射 這邊拿到一個角球 在防守角球的時候 NEFC也換了換人 見到8號的吳永欣 也進來了 看一看 對角斬過來 剛剛進來的吳永欣 給後面 羅燕文 再給後面劉海欣 劉海欣相對地 他跑動的 就比較少 那個空間 要遮蓋那個位置 又再來給這邊吳永欣 有隊友走過了 不過他看不及打 所以羅燕文 這裡看來有叫過暫停 輪到就是NEFC 去叫一個暫停 兩個入球都是來自2號的吳永欣 他們2比1 領先車老師足球學校 這一個暫停都很重要 來到尾段的時候 其實就叫做剩下2分 3分鐘 正如阿職Sir說 他們相對地那個年齡就比較大 所以來到尾段的時候 給自己稍稍一個小回氣 一端出來再搏 最後那2、3分鐘 別在看這3分鐘 人賽如果你能夠休息一分鐘 是很大幫助的 因為天氣是熱的 再加上踢石地 所以你看到他們 其實這個暫停 他們沒有什麼特別要說的 不是說要停下來 你要說有什麼要指令 其實他們各自各都知道什麼事 其實純粹給自己 鼓勵一下大家 頂上去 休息一下 喝一口水 這面白耳君的一個軟石 差一點 由於有兩球的領先優勢 其實他們可以保持用球權為主 就已經可以碰的了 就是等車到節速後的球員 是撲出來搶 哇呀 慘了這一下 但是很厲害 你看 羅偉恩馬上站起來 什麼事 這一下真的打死 幸好他有準備 他有準備 手是按到地下 你說有些真的 如果讓我們這樣打一打 均衣出來也有段時間起不了身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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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才你喊得那麼大聲 他沒事 是啊 我以為他擔心 他真是石地來的 但是反而什麼事都沒有 他這一下 立即翻身 立即踢球 好啦 彭子晴 對著劉慧欣 給這個直線給得漂亮 空也都空得不錯 但是王樂欣 好東西 黃樂欣 剛剛差到球 還是2比1 發定時間差不多到了 因為還有兩分鐘 他們大家都用了這個暫停 應該大概22分鐘 或者多些就會是完場 剛才那個交球就交得很漂亮 彭子晴 斜線這樣側比 就是3號的陳安齊 可惜他有一點心大心勢 就是一拿之後 好像再不是太過堅決 打算立即打算去做一個射球 結果他給對方門將王樂欣 就是衝到出來 始終你看到王樂欣的身形 也有差不多 他再出來封了一個位置 基本上差不多封了七成的位置 這邊想著勢勢力 再撞給蔡詠琦 不成功 這邊繼續車道士足球學校的界外球 剛剛阿邦提到 其實雖然單刀 面向一個守門員 但是因為球門只有三米闊 如果你守門出來的時間準確 真的沒有什麼位置給你射 好了 這裡窄角度 很可惜 其實遠處是有一個陳安齊的 所以彭子晴一握球之後 都要撞頭 應該是比他遠處的射向近 還有應該分多鐘的比賽時間 這邊 可以拖慢一點的 因為2比1 好 給直線上來 又是出他最殺著的了 就踩著球 但是這個球射失了 爭取時間了 這邊就是劉海欣 後方都 就是包裝的位置都包得很準 一看就是這些是鐵位 一看就是 你看到那個身形 那個打法上面 都無畏無懼 這邊陳安齊 繼續帶著右邊就有隊友 這裡自己按下去 第二次機會 就拿不回球了 還有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很漫長的一分鐘 蔡永奇 在後面就先插著 用多一點時間 而車路士足球又不去迫 一直都不去迫搶他 一球而已 隊友都叫他了 叫陳安齊 你要上去逼迫他 你不要讓他一路這樣站著 他不交你又不去 時間一路一百百地流走 踢牆了 因為已經 剩下30秒 但是比失了 這個時候 吳永琴就換了出去 彭子晴 回到後面 彭子君讓他阻路 這邊再扯過來 但是比失了 但是又能取回陳安齊 比進來中間 非常之多人 全部 你見到N.E.F.C.所有人 都聚在中間 自己的禁區位置 這邊的頭槌 會不會更加凹到呢 哇 以為最後 剛剛拋物線 想著 差點凹死 就是陳詠琳 可惜 隨著他這個 頭槌攻勢 未能夠 就是拿到入球 結果 N.E.F.C. 以2比1 就是擊敗了車路士足球學校 成為了 就是女子公開組的冠軍 N.E.F.C. 2比1擊敗車路士足球學校 N.E.F.C.的兩個入球 都是來自他們的主力 2號的五輪琴 N.E.F.C.的球員 都是來自5號的五輪琴 2號的五輪琴 2號的大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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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紫晴 就幫車路士足球學校 一到就是追平的 去到尾段就 反而車路士足球學校 又沒有太過利用自己 可能 年輕一點 他又不算去到尾段 逼得就是N.E.F.C.很多 即是你見到反而 他們在後面仍然可以 保持著球 有時又沒有人過來 沒有人過來去逼這件事 第二場的決賽 亦都順利完成 問女子公開組的決賽 由紅色衫的NE.F.C.對著 藍色衫的車路士足球學校 其實NE.F.C.和紅色衫這一隊 亦都是公民的班底 今年公民就叫做拆了兩隊球 NE.F.C.在開球的時候 很快就已經憑著吳詠琴 把握到對方 遲遲好像在找球一樣 他在後面就快一點 立即就篤入 開球半分鐘就幫NE.F.C.拿到入球 不過車路士足球學校 隨後也都有5號的彭紫晴 幫球隊追回成1比1 當時大概就踢了一半的時間左右 在20分鐘的比賽裏頭 天氣當然越來越熱 亦都看到吳詠琴 今次就交入中間 在前線來說非常活躍 他的個人技術亦都好 接著又是靠他自己 一搓然後再推橫一點 一個遠射 他自己就是第二個的入球 雖然體能是輸勢一點 但是勝在有經驗和技術 但是這邊也有攻勢的 把握力是差一點 再加上黃樂敏幾次出來封位 都是到位的 但是這邊很努力的 陳安齊再比最後一擊 但是這個頭槌就頂高了 頂球就是陳詠琳 還有這一下就無攻二環 最終NEFC是2比1 贏了車路士足球學校 這是大埔 大埔之間在 深水埔運動 對呀 所以大家的心有多勇 如果是大埔的擁 恭喜大埔師隊 亞軍隊 車路士足球學校 恭喜 真的 歷戰至最後一刻 最後一秒鐘 還完成了頭槌攻門 精彩的演出 恭喜他們 這群藍衣的球員 恭喜車路士足球學校 可以得到 亞軍的獎座 亞軍獎牌 以及Nike的購物禮券 2000元 恭喜各位 恭喜這麼多球員 恭喜教練 都叫做優異的成績 是的 由於雙方都有部份球員 正在代表香港隊 在參加奧運外圍賽 所以今天也正好給予機會 可能一些平常的新 晉升人的梯隊 可以在這個決賽 一展身手 恭喜 好 冠軍隊 好 冠軍的就是NEFC 恭喜 歷戰 給自己年輕 更加好戲 好力 或者更加 飢餓 好 那 好 海外的隊友 領掌 對 好姊妹 真 真心 為何 通常 隨便回去 打開頭 就算 你叫人可以打印完之後 再打開頭 再帶來這裡 還要怎樣 不整齊 恭喜 冠軍隊 NEFC 多有誠意 接著請兩位嘉賓為我們頒發兩個個人獎項 神射手不如叫他不要走那麼遠 再一次上台 恭喜得到 Nike Cup 2019女子國外組 神射手和最有價值球員獎 分別以三個入球成為神射手 還有 出色的表現 贏得我們的評審的一致裁定是得到最有價值球員 沒錯 現在對他們來說唯一的麻煩就是不夠手 對 下次可能要求就要送貨幣給他們回家 恭喜 恭喜吳慧琴 在決賽射入兩球 那個細緻其實很多男子的球員都未必真的做到 好漂亮 好漂亮 一賽一個遠處 一個是贏角度 一個是贏力度 好 麻煩我們的班長嘉賓 多謝 麻煩鄺永恩 麻煩呂樂師小姐 麻煩你 多謝麻煩你 各位朋友 接下來是Nike香港五人足球賽 2019 將會舉行第三場的決賽 男子18歲以下組別 冠軍決戰 一定要選統 要進去 大麻煩 難怪 嗯 真是 百分派 人 我們 下一次 谢谢大家